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引起全國關注 攝氏的店鋪已經暫停營業 但同樣起 燒烤一條街的其他當主 就成為了受害者 除了下流量大幅下降 更加有店主 連日收到二三百個控嚇電話 據上官新聞報道 攝氏的燒烤店 位於唐山市 機場路 是當地少有名氣的燒烤一條街 事發之後 公眾的老伙 萬元置頂條街 幾十間位於附近的燒烤店 遭到網絡暴力 有網民偷光美團 大眾點評 抖音等等 找到店鋪老闆的聯繫方式 打電話 或者發短訊 用罵店主 有店主說 黑流量下降了六成 他提到自己開店十六年 極少遇到打架 對上一次店裡發生衝突 是在兩年前 當時他也及時勸了 對於網絡有傳 打人的是 事發當地一大的惡霸 他說不認識對方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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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